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蓝 那我相信最近关于中国女蓝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他们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的隔离情况 毕竟此前的话,从最先爆出的两人感染到 昨天我们给大家报道过已经有七人感染 那么现在是每天一减啊 那么感染的人数还在增加 目前已经增加到了 是啊 所以说听到这样的消息的话 我相信很多在国内关心中国女蓝的球迷都是非常的担心啊 他们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 目前他们在那边的隔离生活的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介绍 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到的话 虽然这个感染的人数是在增加的 毕竟这个病毒的话是具有这个传染性的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的情况都是不错的 那么在这十人当中有九人其实是已经退烧的 只不过他们的检测是呈阳性 那按照这个推断来看的话呢 这九个人都是轻症 那轻症的话 基本上不用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啊 而且可以说啊 可能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 这个症状就会慢慢的进行一个消失 所以说其实这九个人 虽然目前检测依然是阳性 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其中有一人是已经住院了啊 但具体是谁的话 并没有能够透露 不过具便是住院的这位人员的话 他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严重 因为最新的血肠归和CT检测出来结果之后的话呢 也没有太大的异常 只不过是还没有退烧 所以说为了保险检测 才是将他转接到了医院这边啊 避免一个二次的感染 所以其实目前这十个人 有九个人 基本上说已经是没有什么危险了 剩下这一人的话 其实他也不会有太严重的一个情况 这一点是大家所不需要太担心的 另外一点我们前面说了 从北京有个齐儿的专家组 目前已经是赶往这个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那在这里的话呢将会给这个女兰的队员们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那这个的话对他们的一个恢复治疗也会有很大的好处 毕竟就治疗新冠这个能力来说的话 中国还是最强的 所以说我们国家也是直接是派了这个专家组过去 那么对于这一块的队员的恢复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另外一点就是咱们此前反复强劫了中塞两国的这种友好的关系呢 那塞尔维亚当地也会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一个治疗和住宿的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什么 那我们通过这个部分女兰队员的微博能够看得到 其实当地也有很多的这种华人是非常非常关心啊 这个女兰的一个情况 那他们也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去帮助到咱们的女兰队员们的同胞们 咱们的同胞也是非常暖心啊 尤其是当地的这些餐饮超市这种小连锁行业的老板们 是自发的组织了非常多的这种食品送到这个女兰被隔离的这个酒店 送达到了这个女兰队员们的手中呢 因为咱们知道毕竟塞尔维亚和属于西方国家 和咱们在这个饮食传统文化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那可以在异国他乡啊 在接受被隔离的时候 吃到咱们自己家乡的东西 这个对于女兰队员们啊 心理和身体上的恢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说当地同胞的这个举动啊 是非常的暖 也是把女兰队员们感动到了 咱们知道啊 其实感染新冠啊 一方面是这种身体的恢复 另一方面他心理上多多少少是有些害怕的 那相信在异国他乡有了这些同胞们的帮助之后 加上这么多的医疗组的过来 那么对于女兰们的恢复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所以啊 现在的情况啊 肯定还是在一个慢慢的去传播过程当中 我相信这个传播速度的拐点肯定会很快就到了 而女兰队员们的身体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